一样也是选举的消息 国民党立委候选人李志勇 今天发表对东山的政见 提出要守护农民的财产 提高老公的薪资福利具体的方案 也期望为农民创造更多的收益 也促成东山河升级计划 来创造全县的观光效益 修华农民财产 提高民主 这种绝对是大家最好的选业 在东山乡民意代表的裴同项 国民党立委候选李志勇 今天发表对东山的政见 在农民的部分强调落实农地农用 维持农舍自由买卖 才可以保障农民权益 守护他们的财产 我们这个冬山河 我们希望未来也有机会 进入国会 我们要推动冬山河 区域观光的加值升等计划 可以继续推动 冬山河不只是出名的河川以外 境界是一个专国 最后出名的一个景点 除了这样的以外 我们冬山最多有两个逐温 第一就是农民跟我们的努工 在农民的部分 我们看到现在很多这些 政府的不同政策 把农民的财产 另外李志佑也关心劳工朋友 并且主张推动加薪司法 从分享公司红利做起 提高基本工资 为劳工争取薪资福利 我们希望来继续推动 劳工的势法 加薪事法 对于这个过注 有贪金的部分 就应该要拿百现金 让劳工的新资可以提高 竟然可以分红制 贪金的部分 要拿到劳工的分量 人们真真正的就是照顾劳工 这样就会办 有办法提升我们劳工的新资 比较不像现在 小营姐出社会 每天在那里 烦恼22亿 未来也可以 六十加薪事法 我们的劳工 跟小营姐出社会 就不用去烦恼22亿 甚至于从 二十三十亿 四十亿起跳 这样才有把他们 真正来照顾 我们基权的这些乡亲 我们的劳工朋友 跟我们的农民 东山河升级计划 也是李志佑的重点证件 他主张争取观光局 区域观光旗舰计划的经费 推动东山河油气升级 为宜兰县创造观光效益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